欢迎您继续收看世界杰出华人系列访谈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绘画大师曹勇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是我们18台跟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 那么接下来两个单元呢是苦行者的下集 我们要谈的是曹勇 离开了日本来到了美国 因为在日本赚了好几十万 来到纽约之后呢开始投资股票 被人家骗了输得精光 后来又从纽约来到了洛杉矶 当然穷困潦倒过着五块钱美金一天的生活 但是呢天才就是天才 这位绘画大师在美国获得了成功 接下来听他谈这一段美国往事 就很快就到纽约就见到了 当时在中国都是很出名的 也是我都知道的画家 去了以后没有想到就是说那个地方啊 画家多于牛猫 全世界的画家在那个地方 一栋一栋的那些破旧的大楼上 全住的是画家 就是纽约就是你随便拢一块砖头 砸死的都是画家 全是画家 他在中国去的画家全是影子三流的 哇又入流的画的不好的到了日本 画的好的全都来了纽约 当时我记得我一听着我就心里就忽视一下这块火海 那时候也心情忘了 我说呢你的意思是不是真是就是最后的内台 但是他当然就是他就不屑一顾了是吧 就是画的不好的怎么才在日本 我说行了 我有新的想法 那既然内台在这儿 那我就二国了 一开始能赚钱 有时一天也能赚到 有时赚到好的事 能赚到就是几万美金 就是因为买涨买跌啊 就是就是这样 后来搞得挺热闹的 我也就放心了 越来放心 就把钱一开始一步一步的给给他们 后来就干脆都给 就基本上都给给他们了 全光 当时一听着人头都忘掉 说句实话 平常大家说的什么金钱是身外之物 活着这句话来说 你可以这样说 完全没有错 但是你要在这个社费里面 除了你能喝空气 喝凉水 都得花钱 但是无论怎么样 我这个事 我说首先我得找到 烤好花 吃饭的活路 拿着我的花 跑遍了美国 他们都就是热爱着很热爱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挂在屋里面 挂在客厅里面 下着下住的人 挂在餐厅里面 没有食欲 就挂在卧室里面 没有信欲 所以最后那些花都 落到地下室里面去了 自己的感觉画画 是很得心 运手 真是让自己啊 就是面对这个自然 来画这种阳光下面的 这种明亮 感觉的这种生机的 那种播放的 一种万物的时候 出手无策 就是不知道怎么搞 就简直就是重新开始 就是丛林开始 自己一下变成个傻瓜 是这样 我自教啊 自教啊 就我记得 我当时看了那花 我就没法看 我就一个人跑到那个 森州派克那 哎呀 我说这么漂亮 我对着花 我说这么漂亮 这么感人 我说这只色彩 那种千变万花 一下你就感觉 心里面豁然开了 这么直接的东西 我过去怎么 从来没有引起我的反应 是什么东西 把我的心里面 这个门给挡住了 就是你 就是在这一瞬间 就像是别人 打开了你的门覆 揭开了你心里的 仓废这样的感觉 我又在这儿 就是看的就是这个印象派 还有那个光色画家 我就开始研究它 因为在以往的 绘画的那种习惯上 我们总是喜欢 无定身影 或者是 要么就是进入一个 个人的下牙堂 要么就是进入一种 就是说一种 自我的一种宣泄 就是当然这个 都没有过错 但是对我来讲 我个人来讲 在这个特殊的 一个情况下 它反倒揭开了 我另外一片 我过去从来没有 其感知 其领略的 一个新的空间 那就是说自然 博大无穷 无限光荣 就是它有它 非常美妙 而又动人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 那个全全流碎 你可以看到 那个树叶子颤动 当我自己 就是开始画这些东西 我忽然观察到 自然的 就是这些 这些所有的美好 都是我过去 没有去 几乎就是没有去 真正去关注的 一关注我 就是这种 打动我的心里面 和我过去 所感受到的东西 它是不同的 一种 一种反向 不管你是画什么 只要你心里面 真是和这个 这个世界 发生了一个联系 和这个物体 有了这样的一个 沟通的时候 世界就和你 沟通了 世界也对比常态 现在有一个 就是概念上的分晓 认为凡是跟钱 发生关系的 就是商品 或者是商品画 其实不是这样 和金钱 你也可以说 和金钱发生关系 都叫商品 但是商品画 是指你知识 为了金钱而做画 那就是商品画 我每一张画 我画的事 从我一开始 虽然我画的不好 画的 找不到这个感觉 一直到最后 我慢慢找到这个感觉 每一张画 都是我揭示 自然不同的层面的 一个奥妙的 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探索也好 一个创造也好 所以我觉得 这个商品画 可能要给它 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 不以产品的形式 把艺术品 用商品体现 也可以成为商品 但是它还是 绝不磨灭 你的艺术的高低